直到大娃那庞大的身躯像烂泥一般轰然倒下 我才意识到葫芦娃们都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早已被污染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它 阴冷潮湿的洞穴里 我从一张冰冷的石床上醒来 四肢木然无力 筋骨松懈僵硬 伴随着异样的疲惫感 我才发现 我竟变成葫芦娃里的爷爷 须发皆白 这具躯体垂垂牢移 更糟糕的是爷爷似乎还受了不轻的伤 周身时不时传来疼痛感 索性爷爷常年在山中劳作 身体底子好 还算硬朗 不然现在怕是连活动的力气都没有 我这是穿越了 局目观察 我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怪石临寻的山洞中 正对面有一块高耸的石壁 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石壁的表面轰然裂开 顿时烟尘刺激 等尘土渐渐散去 上面赫然露出了一面刻字 欢迎来到葫芦娃的世界 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一 葫芦娃都死了 你看到的葫芦娃都是假的 二 必须阻止葫芦娃获得七色莲花 千万不能让它们和其为一 三 不要答应穿山甲的任何请求 四 青蛙精是可信的 但仅限于绿色的青蛙精 五 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否则必将遗失 六 找到山神 他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还没等我理清头绪 实必随即崩塌 这么回事 我都没怎么用力呢 一堂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 爷爷 这边 我扭头看向声音的方向 一只穿山甲从十缝中露出半个脑袋 小声说话 爷爷来这边 我带你逃出去吧 逃 一段记忆涌入脑海 我想起来了 这回儿我应该是被蛇精和蝎子精抓回了洞府 这一身伤也是败他们所赐 可按照原作中的剧情 背费了双眼和左耳的二娃 这是应该和我一起猜对 穿山甲 二娃呢 哪个二娃 嗯 俘虏兄弟里的二娃呢 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能耐 穿山甲将在原地 一脸惊恐的说 爷爷您老多忘事啊 是摔到脑袋了吧 就是二娃把你抓来的呀 嗯 我心里一惊 什么 我没糊涂吧 这里就是俘虏娃他们的洞府呀 我在这底下挖了条通道 咱赶紧逃吧 再晚俘虏娃他们就要对你下手了 俘虏娃要对我下手 这都是哪跟哪的事 话说完 穿山甲凿穿石壁 里面露出一个通道 一股血腥甜腻的气味随之涌出 令人作呕 我对眼前的状况还不是很了解 起身走了过去 带我凑近穿山甲 定睛一看 汗毛竖起 背后一凉 穿山甲身上的那是什么鳞甲 分明是一节节乌黑的手指头 仿佛是从活人身上扯下来 硬生生插上去的 我愣在原地 心里顿生一股莫名的恐惧 穿山甲见我迟迟不动 回头注视着我 阴侧侧的说 怎么了爷爷 快跟我来 我们马上就自由了 我猛然想起第三条规则 不要答应穿山甲的任何请求 这时有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 这个世界已经被鬼离入侵 想要活命 请务必牢记规则 我带你逃出去吧 快快跟我来 穿山甲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 但应该都算是请求的一种 我看向穿山甲随口一问 你挖的这条通道通向哪里啊 穿山甲显得不耐烦 不是说了吗 通向自由 说着他露出两台锐利的尖牙 仿佛将我视作岸板鱼肉 我灵机一动 假装一瘸一拐的走了两步 你挖的这个洞太小了 我伤着了腿脚 怕是没法爬出去 穿山甲直勾勾的盯着我 像在怀疑我撒谎 没等他开口 我就赶忙说道 一定有别的方法吧 不如趁半夜 守卫松懈的时候溜出去 我看向洞口的方向 厚重的红门 关得结结实实 穿山甲冷冰冰的说道 这里没有守卫 咱走这边比较好 没有守卫 那不是更好 省了东躲西藏的力气 红门下方别着几片硕大的叶子 看着有点眼熟 我察觉到不对劲 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 我朝上方小心翼翼问道 是大娃吗 似乎是听到了我的呼唤 那扇门微微的抖动了下 接着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应了一声 爷爷 好大娃 是你吗 快便回来吧 大娃开始站起来 瞬间地中山摇 感觉整个山洞都要塌了一样 弱大的体格 不见缩小到原来的样子 原来先前看到的红门 就是大娃变大后的背影 但当他转过身来 我的心情如坠冰枯 只见大娃身上布满了伤痕 像是跟妖怪们打斗后 留下的创伤 而且有的身体变得极其怪异 我体被发凉 想起第一条规则 葫芦娃都死了 你看到的葫芦娃都是假的 眼前的大娃很难说是死了还是活着 大 大娃 你还好吗 大娃气落油丝地说道 爷爷 你总算清醒了 说完 他像是失去动力一般 闷头倒下 重重地砸在地上 大娃 你怎么了 我刚想要向穿山甲打听怎么回事 谁知他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知道跑哪去了 估计是钻进刚才挖出来的洞穴里 在规则的提示下 我不敢贸然跟着走那个通道 只好硬着头皮 从大娃拼命抵挡的洞口处逃离 我在山洞中的石缝 崖壁间闪转腾挪 小心翼翼地向着出口移动 诡异的是 这一路上压根看不到把守的小兵 只有遍地的挨挨白骨 处处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让我大气都不敢出 没等我缓口气 一杆尖利的铁器闪着寒光 是 是妖精的武器 双插级 但前面的通道是唯一能走的路 退回去吧 又不大行 想着想着 我壮起胆子 莫黑打算从石柱后面 悄悄绕过去 正当我慢慢接近 眼角余光 瞥见一抹绿色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绿色的青蛙精吗 规则四 青蛙精是可信的 但仅限于绿色的青蛙精 我想起这条规则 在仔细确认 这是只绿色的青蛙精后 我上前轻轻地拍了拍它的肩膀 没成想 一碰到它的身体 绿色的青蛙皮随之摆动 露出了原来的红色点藏皮肤 这竟是只红蛙精 而它的身旁 是一具被扒了皮的青蛙尸体 红蛙精扭过头来 嘴里还叼着青蛙的另一只手 细细咀嚼 一边吃 一边嘟囔着 凭什么它能叫青蛙 而我生来就是红蛙 你来评评理 我被它吓得一哆嗦 双腿忍不住站立 没想到红蛙居然在同类相残 吃的是规则里提到的青蛙 而且它自身也受了重伤 我连连后退 五人云不管是腰声人声 都是妈妈声 不要妄自菲薄 红蛙一路 握住双叉截 朝我而来 荒乱中我一个侧翻 来到洞口处 把腿就跑 红蛙精本来就受了重伤 追不上来 很快就被我甩在身后 没等我松口气 无功同龄 浑身而来 那大娃 中飞是倒下了 这下看你怎么逃 这无功惊 也是异常可怖 厌付了动画中的印象 千杰千毒千木 手上拿着刀枪剑戟 五月钩等 十八般兵器 无天在地 双拳难敌四手 更别说这么多手了 我想都没想 就冲下斜坡 凭借着多年爬山的经验 在多遍的山洞里四处逃窜 洞里巡逻的妖精越来越多 我躲进一处无人的局势 打算休息片刻 局势当中有张巨大的石窗 我仔细回想 这不就是蛇精和蝎子精的房间吗 果然 我在床边找到了 一块光滑如镜的石头 是蛇精的宝物 魔镜 我思索了片刻 站在魔镜前 轻声道 魔镜魔镜 山神在什么地方 不一会儿 魔镜做出回应 我凑上前 映入眼帘的 却是我自己 这宝贝难道也坏了吗 失落之余 一个声音凭空出现 我当即警备起来 爷爷 我四处张望 压根没看到任何身影 难道是六娃 爷爷 是我 六娃呀 六娃略带着哭腔 像是找到人 倾诉一样 自打咱们这里出事后 我就一直隐身躲了起来 大哥说哪怕捅破天 他也要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他施展神通 不断变大 可当他回来后 却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二哥不知是用千里眼看到了什么 竟自己弄瞎了眼睛 后来受不了耳边的低语 他又震聋了双耳 他有三哥 四哥 五哥 大家都疯了 爷爷 我好想你啊 六娃扑进我的怀中 扑诉着 可我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温情 反而寒意透心 他的身体寒冷至极 葫芦娃都死了 不久前刚看到满身伤痕死去的大娃 更是让我深深的铭记这条规则 但我心中还留有一丝希望 原作中六娃在隐身之后 甚至能穿过一切透光的东西 说不定他还真的躲过一劫了呢 六娃乖 让爷爷看看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六娃身体一颤 爷爷 我好怕 没事 有爷爷在 六娃撤去隐身能力 看到他的现状 我心里有种无法言说的恐惧 他竟然有四手四眼 此时正一直勾勾的盯着我 乃声乃气的问 爷爷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我下意识的摔开他的手 没想到一把扯烂了他的手臂 爷爷 疼 他挖的一声哭喊起来 吸引来了其他妖精的注意 是六娃 长了这么久 没想到躲在这儿呢 还有逃走的爷爷爷呢 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呀 长了七八只翅膀的鞭蜂精 和好多耳朵的老鼠 精从四处聚集过来 将我们团团围住 本以为六娃跟他们是一伙的 可没想到我和六娃都被妖怪绑了起来 难道六娃没有说谎 在这个世界出事之后 他就一直隐身躲着 六娃被关进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罩子里 压往地牢 我则是被带到群妖聚集的盛宴中 宴席之上 坐在最高处的赫然是二娃 除了身上那套残破的橙色装备 已经很难用别的特征辨别他的身份 他紧紧的注视着我 三娃插腰而立 守卫在二娃旁边 全身铜皮铁骨 像金身罗汉一般 而洞府的原主人 蛇精和蝎子 经在二娃手下一左一右坐着 明显是以二娃称王 没想到穿山甲 说的居然是真的 就是二娃把我抓来的 二娃连连拍手叫好 爷爷 大哥总算把你从洞里放出来了 他就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我说现在这山里是我们俘虏娃兄弟当家 他非不信不从 说着他朝蛇蝎二惊冷哼一声 他们顿时吓得跪地求饶 不见昨日之威风 爷爷 这下咱们可以一起享福了 二娃笑得越开怀 我就越痛心 二娃 这山洞里乌漆马黑 阴冷潮湿的 我住不惯 爷爷还是回咱们以前 那个茅草屋住吧 二娃冷笑道 爷爷不急 等我们兄弟七人团聚 和其唯一 到时你想到哪去就到哪去 二娃小手一挥 喊道 来人 先把爷爷带回去 我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小妖给拉走了 二娃似乎在给蛇精和蝎子精 吩咐些什么 可惜离得太远听不清 这时 一个声音轻声道 往前看 先走出这里再说 我回头 看向压送我的小妖 正是一只青蛙精 我定睛端详 确实是绿皮的青蛙 不是假的 跟其他被俘化的妖怪相比 它简直正常的不像话 难道 群妖为我们纷纷让开一条路 它带着我走在一条 白骨扑旧的道路上 每走一步 脚下都会传来 噼里啪啦的骨头破碎声 别乱看 他说着用手掀开嘴巴 里面竟藏着一张清秀的脸庞 你 你是 嘘 小声点 别停下来 继续往前走 接着他用简短的话 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某天穿着青蛙服装在街上卖气球 却莫名其妙被传送来这里 那我之前看到一只红娃 惊吃了另一只青蛙 难道 他也是 他点了点头 那是跟我一起兼职的 他违反的规则 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能顶住诡异的亲戚 虎化成了青蛙精 我刚好性格沉闷 不喜交流 经此一劫 心存黄剧 他神情暗淡 精神违靡 在这之前 他应该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 身心饱受折磨吧 那为什么还要跟我透露身份 我正打算问他一些详细的问题 他便正重其事地主托我 爷爷 听我说 没时间了 我怕是撑不了太久 你是我来这个世界这么久 唯一能坚持到现在的人 毕竟你是葫芦娃的爷爷 是值得信任的人 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你 他的状态有点不对劲 气息越来越微弱 走路也开始晃悠起来 等会你就从我右手边的石缝钻进去 那里有条通向山谷底部的密道 我只能给你争取点时间了 你赶紧逃 一起走 多个人帮忙 或许生存的几率大点 不行 爷爷 我已经慢慢在腐化了 你赶紧走 趁我还有意识 下面的话你千万要记住 这是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发现的 务必拿到宝葫芦 它是重要的神器 山神不在葫芦山 只有葫芦娃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等我从密道钻出来 身后才传来妖怪们抓人的声音 再晚一步 估计就没那么幸运了 外面的景色 也不比洞穴里的好到哪去 一片死气 毫无生机 就连流淌的溪流 都成了一滩浑浊的黑水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 天空愁云惨雾 狂风呼嚎 难辨昼夜 我找了个隐蔽的山洞 躲了起来 开始琢磨起之前的规则 一开始的规则 明确指出葫芦娃已经死了 可刚才的兄弟 又说只有葫芦娃能拯救这个世界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管了 现在的情形 也只能尽快找到宝葫芦 在这诡异横行的世界中 防身武器必不可少 确认周遭不任何异样后 我寻着记忆中的路线 在浓雾中前行 返回我在悬崖边上的茅草屋 借着雷鸣电闪 我看见攀附在屋前竹架上的葫芦藤 上面居然还结着一个葫芦 我欣喜若狂 赶忙上前 可眼前的一幕却着实让我后怕 这哪是什么葫芦藤 分明是一条条筋脉血管 连通地下不断给葫芦输送养分 七娃 怎么会这样 动画中被蛇精毒液喂养 现在又被迫吃诡异地沟油 食惨一娃子 紫葫芦随风而动 似有嘈杂难辨的滴雨从中传出 不会是要出生了吧 葫芦娃都死 我心中紧记 这葫芦还想耍什么把戏 我沿着筋脉看去 才发现其根茎早已枯死 接着紫葫芦砸倒在地 滚动季下便失去生息 葫芦瓶瓶口松脱 一股腥臭的黑色啄水流淌而出 难道是死胎 我上前捡起紫葫芦 原著中孕育七娃的葫芦就是宝葫芦 可怜的七娃 还没见见外面的世界便猜死腹中 不过也罢 这世道苍凉 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宝葫芦可吞万物 在葫芦娃的世界里是十分强大的宝贝 可面对这个已然腐坏的世界 它真的能扭转乾坤吗 我回到家中 将砍刀别在腰间 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废物 让你们把一根葫芦藤带回去都办不到 是四娃 我躲在门后 从门缝中观察 四娃和五娃带着一众妖精走到葫芦藤前 葫芦呢 对于同龄吓得慌忙下跪 这 这 之前还在这儿呢 之前 哪个之前 尔等胆敢戏弄本了 四哥你看 地上这些 难道是七弟 啊 难道是爷爷 为了阻止我们兄弟团聚 对七弟痛下杀手 四娃一怒 被水吐出 漆黑如墨的火焰 将鳄鱼同龄等一众小妖团团困住 他们发出 犀利的惨叫 却无处可逃 只能连声求饶 四哥消消气 说着五娃便喷出一股 浑浊的星红水柱 片刻便将他们 腐蚀殆尽 我看得头皮发麻 你们几个 把我七弟收拾好带回去 其他人散开去找爷爷 要是找不到的话 你们的下场就跟刚才那几个一样 剩余的小妖如蒙大射 慌忙的四下散去 我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 却听到两个脚步声 缓慢朝我逼近 难道 我被发现了 脚步声在门前停住 仅有一强之隔 怎么了四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由攥紧腰间的宝葫芦 有这个神器 应该是他们怕我猜对 没什么 爷爷逃走了 不知道会不会跑回这里 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稀罕的 爷爷会回来跟我们过好日子的 说完 两人便转头离开 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刚松了口气 四娃便停下 要不把这破房子烧了 省得爷爷惦记 也好 没了念想 爷爷很快就会和我们团聚了 四娃百号驾驶 一口猛火呼啸而来 瞬间笼罩了整个茅草屋 夺热的气流 如蟒蛇出洞般向我袭来 将我跑得晕头转向 黑色的燕蛇将火域之物 匆匆吞噬 还附带着剧毒的浓烟 我灵机一动 举起宝 狐鹿小狐鹿地将火焰吸收进去 以缓解燥热难耐的境况 再到四娃他们的身影远去 我才大喊一声 将全部的火焰 离并收入葫芦中 直到深夜 雪红的月亮直挂空中 搜索我的小妖精都回去休息 我才动身出去寻找山神 原作中 爷爷被蝎子精扔下山崖后 兴得山神的神鹰搭救 带回葫芦山相见 可是那兄弟又说山神不在葫芦山 难道是有什么事情 让山神不得不离开葫芦山 眼下我没有其他的线索 只能只身前往葫芦山探查一番 葫芦山下却是有一面人脸石壁 但和记忆中的不同 损坏的有些严重 只剩下一部分勉强可以看得出 他慈祥的面容 任凭我怎么呼喊 也丝毫没有回应 等等 是山神告知爷爷 关于七色莲花的事 这是葫芦娃和七为一的关键道具 而规则里提到必须阻止葫芦娃获得七色莲花 千万不能让他们和七为一 那么我先手 想走七色莲花的话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和保障 我来到葫芦山脚下 进入洞口的地上 清晰留着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脚印 是妖怪们的 我顿感不妙 连忙进入洞穴探寻 直到最深处 原本摆放七色莲花的石台上 空无一物 哎 终究试晚了一步 我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摊坐在地上 这时 边上一行行刻字 进入了我的视线 与先前石壁上的不同 这个略显之嫩 我定睛端详 这 这不就是之前那兄弟跟我说的吗 估计他先前也曾来过这里 结果无功而返 这些提示会是谁留下的 山神吗 目前无从考证 不过根据保葫芦的经历 应该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那么真的只有葫芦娃 才能解救这一切吗 我陷入纠结中 目光落在最后的炉顶图案上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等我再次来到妖怪的洞虎时 蛇精和蝎子 精正在给炼丹炉天柴生活 一群小妖将大娃 六娃和七娃的尸骸 一并投入炉中 紧接着三娃 四娃和五娃 也随之跃入其中 哈哈哈哈 但我们妻子怜心 这世界就是我们的 别躲了 爷爷 虽然我近乎是名 但我还是能察觉到你的存在 你看 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二娃 你糊涂啊 这些妖怪是在骗你呢 他们等着把你们兄弟 变成七心丹啊 二娃 又哈哈大笑起来 爷爷你放心 早就没什么妖精了 她手指向一旁的山谷 我定睛一看 几倍发凉 山谷中堆满了各种妖怪的尸体 可谓尸山邪海 令人胆战心惊 这里妖妾盛行 有助我们兄弟修行 爷爷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把山神杀了 咱就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 哈哈哈哈 啊 规则里确实提到山神 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我本能的以为 只要找到山神 就能靠他来解决诡异 葫芦娃是全死了 也可以说是假的 但他们说的话未必是假话 也有可能正如二娃所指 山神才是这诡异的源头呢 爷爷 你稍等片刻 但我等何为一体 这世界就将由我们掌控 二娃 你是不是去过葫芦山 如果那脚印是你的 那么洞里那几行字 是不是也是你留下的 爷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采莲确实是我拿的 但我的目的从来只有合体 之前用神通时 总有个声音告诉我 只要我们合体 就能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糊涂二娃 能导致你双目失明 左耳失聪的东西 能是好的吗 说不定就是在骗你 你胡说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谁都奈何不了我们 说着 我准备跳下去 我立刻掏出宝葫芦 对着二娃大喊一声 收 二娃顿时被暴风吸入 这宝葫芦真是决决子 西色莲花随即落入我手中 爷爷 为什么 宝葫芦挣扎晃动了片刻 便消停了 目前洞里的妖精 都被二娃处理干净了 我没有了后顾之忧 赶忙在洞里搜寻起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当时用魔镜探查二娃的下落时 二娃身边的那个炉顶 应该就是葫芦山洞里的图案 会不会是二娃用神通探查到了真相 被污染后 保留着部分的意识 抵抗诡异的侵袭 甚至为了不被利用而自费神通 而后暗中帮助我们直至完全污染 二娃是福禄瓦里的智慧担当 我想里面自有他的用意 现在我得找到那个炼丹炉 四处探寻之后 我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炼丹炉 仔细打量一番 这似乎就是蛇精他们之前 从深潭中打捞起来的炼丹炉 里面的火焰是杨志纯 永生不灭 可谓真正的神器 我倾触炼丹炉的气身 顿时感觉有一股暖流 永变全身 炼丹炉也有所反应 不知过了多久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果然没看错你 爷爷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之前 穿着青蛙服的兄弟 你把葫芦娃和妖精都杀了 这下咱们李母彪又进了一步 你走之后 我就仔细想了一下 你对我说的事情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该不会 你也是山神召唤穿越过来的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他善善一笑略带尴尬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别装了 你不是他 穿山甲从青蛙服里显露出来 在他将一切都托付给我的时候 他必然逃不开被腐化的命运 知晓每个人的本源 诡异就能将其腐化 这就是这条规则的真相 对吧 穿山甲 或者我该叫你山神 这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笑了笑 仔细一想 你的说法一开始就很不可信 你是说我钻洞救你的事儿 是更早之前 你说自己不慎钻破葫芦山 导致蛇精他们逃脱而出 然后引我取葫芦子 其实是计划 让符路娃将士将其一个个污染 这样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能阻止你的了 爷爷 你想多了 我是真的想救葫芦娃 想救这个世界啊 你区区一介走兽 有那个能力钻破神山吗 就连蛇精这种大妖精都做不到 如果你只是普通的穿山甲 又怎知神物葫芦子的作用 除非你就是知其所有的山神 对吧 被腐化的山神 也可以说是假的山神 哈哈哈哈 你到底是谁 穿山甲似乎想套取我的真实身份 好腐化我 我没有接他的话 诡异入侵时 首当其冲的就是守护一方世界的山神 山神被腐化后 穷尽其力从异世界换来帮手 只有一世界身份才能不被诡异知晓 也只有这些人 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希望 而你操纵穿山甲 放出蛇精蝎子精 借其磅礴的妖气 加速腐化这个世界 既然你都清楚了 又何必挣扎呢 该不会 你也是其中一员吧 乖乖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有何可惧 为何不惧 现在俘禄娃都已经没了 还有谁能拦我 他露出两排锐利的尖牙 狂似的宁笑着 你哪只眼睛看到俘禄娃没了 他一愣 星红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身后的炼丹炉 合体的俘禄娃越无敌 被污染后的合体就越邪恶 这就是你的目的 集天地之妖气滋养俘禄娃 合体后为你所用 是这样吧 假山神 穿山甲不屑一顾 轻蔑地打量了我下 你知道了又怎样 就凭你一介凡夫俗子 那我要是将其进化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你在搞笑吗 如果有这种东西存在 我会不知道 看来穿山甲对此并不知情 早在之前 我问过魔镜山神在哪 那时映出的是我的脸 我以为魔镜失效了 后来得到宝葫路 以及如今的炼丹炉 我才知道这些神器宝物都是这个世界的某种规则的体现 不会被你污染 所以魔镜并没有坏 真正的山神就躲在我身体里 导致你不能全然掌控这个世界 这种机密你觉得山神会让你知道吗 你太狂妄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穿山甲没了之前的游刃有余 显露出一丝惊慌的神情 看来我猜对了 不过他转瞬又宁笑起来 也就是说你变相承认了 你不是爷爷 一瞬间我的头脑传来剧烈的疼痛 无数地狱汇景在我的脑海中炸开 仿佛要将我活生生吞噬 我挣扎着稳住身形 急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等是听过没有 山神在我身上不等于 我不是爷爷 这口炼丹炉乃南极先翁的宝物 炼丹炉的作用就是去除杂质 萃取精华 听到这 他才有了一丝恐惧 我跳上炉顶 不顾滚烫的高温 大喊一声 山神的意志啊 请助我一臂之力 顿时浑身充满了力气 我别力推开炉盖 炼丹炉里 葫芦娃们早已恢复 他们本来的样子 一个个生龙活虎 爷爷爷爷爷爷 乖 孩子们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同心协力 一起打败邪恶吧 我掏出七色彩莲 将其交于葫芦娃们 刹那间地动山摇 金光乍现 葫芦小金刚 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身旁 嗨 妖怪哪里逃 穿山甲荒了 直往地下钻去 整个世界都被我侵蚀了 我还会怕你们几个小娃娃吗 山谷中 由妖精斧肉堆成的怪物 正在成形 我的意识也逐渐涣散 可能这就是 违反规则的下场了 孩子们 我相信你们 一定会战胜邪恶的 我取出宝葫芦 对准自己 爷爷 你怎么了 没事 娃儿 我是在解放山神 原作中 西娃的宝葫芦 不仅可以吞吐世间万物 还能扰人心智 这也是我唯一能阻止 被进一步污染的办法 我选择将一切托付给 爷爷体内的山神一致 山神老爷子 你们 要加油了 眼前的事物逐渐退去 直至双眼一黑 我陷入沉睡 娃儿 辛苦你了 无余万千生命中 窥探到你对生命的渴求 觉察你是能在这险恶的世界中 顽强抵抗的天命之人 故将你召唤于此 我缓缓睁开眼 你是山神老爷子吗 然你情况特殊 只能灵魂穿越 故继身于福禄娃爷爷 金武等成功击败诡异 特此感激你的付出 你们没事就好 自古邪不胜正 何况你们还是我的童年回忆呢 一 童年 我发觉一丝不对劲 我好像 没有关于其他的记忆 你应该意识到了吧 但不必惊慌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一份礼物 新生快乐 建核が起来的 是 fais二道币市民 每周固 들어오れる 出品 有一道兜 出品 现在